大家好,歡迎收看 ONE GAME UP,我是燈牌蛇的KHR 接下來幾十分鐘聽說什麼,看看這堆 Kickstarter 可不可以 今個星期這一集的 ONE GAME UP 本身有好幾隻遊戲機 因為截稿前發生了幾件事,令到今集只會說三隻遊戲,但不是偷工減料 而是這三隻遊戲比較多東西要去說,所以今集會少些遊戲,但會說多些 第一隻當然是大家都很留意的 EVERDALE 之前拍了一遍,但也有很大的反應,很多人想去追求這個Complete Collection 但也令到滿城風雨,我們就由頭去說一次,因為是完整版 首先今次的Kickstarter會有兩個Expansion 分別是新業車站和墓夜叢林 這兩個Expansion,車站是一個大Expansion 而叢林是一個小的Expansion 車站之前也說過了,其實就加了在地圖上高的右手邊 多了一個車站的位置出來 車站的位置會有車站乘客的卡 可以聯想的是新的單 而另一方面會有新的位置 我們之前也說過的山優位 如果你問我,車站單固然是令到這個遊戲多了得分的方向 但你問我,我覺得山優比較重要 為甚麼呢?因為之前也有說過 就是這個Evadell中間的Market位 那些卡的流動,有時候可能會卡住 譬如沒有人用的話,中間那堆卡就會少些去動 但現在有了這個山優,令到你有一個Motivation 你會把那堆卡洗掉 因為你洗掉了,會有resources可以拿到 這樣就變成這個洗Market這個動作 大家會有機會去選擇 令到整件事組裝得到,combo機會會大了 另一方面就是剛才也說到 就是乘客卡更多的跑單分數 亦都令到遊戲多了一重變化 作為大延伸來說 其實算是一個不錯的安排 另一方面 這個冒夜叢林其實相對來說 在遊戲機制上加的東西不多 但其實都吃回現在我們常說的二人版本 又或者是Solo版本 因為它這次加入了這個 你可以當是一個AI Player的選項 令到你就算少些人玩 你都可以玩到多Player的感覺 因為AI的Player就是這個蜘蛛 它會自己去霸佔一些Worker Placement的位置 令到大家去玩的時候 就算你兩個人玩 但你都可以玩到四個人的Worker Placement 那種擠迫的感覺 另外就是加了一些新的Legacy牌 如果有玩過之前的規則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就是一個起手的很厲害的建築物 如果你在遊戲裡能夠建立的話 你就可以盯到很多分數 或者有很厲害的效果 再加上角色 令到你每一局起手會多些策略上的變化 這也是它的賣點 另外下面這個Avidale的卡 其實就是一個講述老鼠的冒險故事的一系列的卡 這個我稍後都會去講 為何今次的Complete Collection 會這麼吸引的其中一個原因 下面就是新的farm卡 可以改善舊的一批 令到它有四季的效果 以前的farm卡都是一樣的 現在就有四季的效果 就有不同的季節 它會有不同的利益 給你 吃回那個Film 它就可以改善舊的那套 下面就是剛才說的AI 講完新的內容 其實舊的那一批 我之前在剛剛說的那段影片裡也有提到 如果有興趣知道它之前的expansion分佈 都可以看回那段影片 好了 幾樣東西要在這裏講 首先在講這個Complete Connector Edition之前 我會講一講 有些朋友說 我真的不想大全套進入 那應該怎樣進入這個Everdale的遊戲 其實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會這樣看 就是看完整個系列 我只會覺得 有兩個expansion 是真的一定要進入 第一個expansion 我先回到下面的位置 要留意的就是 現在你不可以在Kickstart 就這樣進入它舊的expansion 你是要去回亞馬遜那個shop 才可以買回舊的expansion 如果你不想著Complete Set 你就要去亞馬遜 這裏就有它的 這裏就是它舊的版本 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會覺得 第一 Base Game 和螺旋谷 快點上升 這兩個expansion 只要一定必定是要入 再加上 今集的新葉火車 我覺得 Josue by 最 minimPI 要入手一層 我覺得就是這三樣要入 Base Game 加螺旋谷 加今次これくompooo 新葉車站 就是最你的進入手 為什麼呢 首先先講 先講 多了跑分的途徑和多了市場流轉的方法 所以它在機制上是必須的 而螺旋谷其實我在講一講 一眾喜歡Everdale的玩家都覺得這個 expansion 令整個遊戲推高了一格 因為它有一個長期跑單的策略 除此之外它裡面加了大型動物 亦都令到你那個 Engine的機制會有一個更好的combo 會出得到你 所以這兩個 expansion 是必須的 很多人會問這個珍珠溪呢?珍珠溪是否一定要進入呢? 我自己看完之後我就覺得珍珠溪 雖然是有加到那個我們所謂的 在機制上有加到新的東西 但是因為它那隻青蛙去踩珍珠溪上的東西 拿珍珠溪去換寶藏 又或者去建一些奇蹟 其實在某程度上 在整個遊戲的機制來說是挺抽離的 所以你問我如果你真是minimum的去玩遊戲的話 螺旋曲和珍珠溪其實是二選一的一個選擇 而沒有可否認地一定是螺旋曲好玩很多 所以如果你說最少最少去買的話 我覺得 螺旋曲加新業車站 就是很足夠 如果只開買一個Expansion 一定是螺旋曲 即是新業車站沒有螺旋曲 那麼好 OK 這個就是解答了一批不想All-in 的玩家 他要去買的話要怎樣去選擇 但留意的就是如果你這樣選擇的話 其實就不關今次的Kixar事 因為你是去回亞馬遜的網站 那麼回到今次的重頭戲 就是這個Complete Collection 究竟 什麼事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 爭拗呢 首先第一件事是定價 其實你問我我覺得挺慘的 就是 左右做人男 如果你說Complete Collection 很貴的 人們又說他貴 就是一隻這樣的入門Europe Game 需要買到那麼貴 好了這次他便宜了 便宜又被人罵 罵什麼呢 就說有沒有搞錯呀 那麼舊那些 買了Base Game的玩家又怎樣 即是怎樣做都死啦 但我就覺得 以事論事 就是說他今次 我看這個Kickstar 我就這樣看這個option來講 199是非常非常之 抵的 原因就是因為其實你自己計 當然了350元 這個數有少少 就是你散餐地去買 因為他之前的Kickstart 其實都 每一次都有discount 如果你問我的話 350元就比較誇張 但是200多一定走不掉 如果你按之前的Kickstart 去買的話 其實這一set的內容 200多元就一定走不掉 所以他這次199的而且是便宜的 而你也看到我段片 都給了價格 其實我都給了很高分 因為他這麼划算 但是 第二個問題就產生 就是因為shipping 因為其實大家都在香港 這次的shipping很誇張 是66元 你可能說 你之前66元 你又給他這麼高分 因為 之前 這間公司 其實他都會做一些 叫做 VTEL offer 其實如果跟VTEL offer的話 那個shipping 是會大幅減少 但是他剛剛就出了一個update 就說了 今次的Kickstart 是沒有 這個compete collection 的一個VTEL offer 即是說 某程度上 199 再加66元 那個shipping 是你要硬吃 即是說 整個collection set 就會大約 去到 264 這個水平 如果去到264 這樣 是不是還這麼划算 我就覺得 有少少傳遺 為什麼呢 又要講一講 其實 這隻Everdale的定位 你看到我的影片 就是推坑神器 很多朋友說 不是呀 我呢 跟我的新手玩家 他們推不了 他們不喜歡這遊戲 說清楚 所謂的推坑神器 推什麼呢 其實就是推一些 所謂的 叫入門的Europe game 這隻遊戲 你走去推它 那些Party game的玩家 當然是 老實說 他都不是玩那類型的遊戲 我會覺得他是一隻 很好的入門Europe game 但是他都有他的 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多字 即他有很多 卡上高的文字效果 大公道 如果你說 在Europe game 去玩卡 他的卡 相對來說 比較簡單 還有他也做很多 圖示 幫助 譬如他裏面有很多 symbol 都是用圖示 去做 其實相對來說 是比較簡單 去教 還有他也有 很完善 一層一層一層 一個一個module 給你加進去 你第一次跟他玩 你開了所有的 expansion 當然死了 什麼人都死了 但反過來 你Base game 然後慢慢 加一些角色 加一些 Legend 或者 逐個逐個expansion 加進去 其實他是一個 很好推的 一個入門的Europe game 甚至於 在這一類型的 Card Combo 來說 他是一個 挺好的 可不可以說最好呢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 挺好的 較Card Combo 的一個 入門 推坑的遊戲 那 問題就來了 一隻推坑的 這個定價 是不是一個 很划算 買呢 說真的 我會這樣看 就是 你要看你的Game Group 接不接受 有些人說真的 對著動物 我對動物 沒有愛 他又會減少分 我對Card Combo 沒有愛 你整疊DAD 去抽些卡出來 砌Combo 某程度上 就好像 Teleforming Mask 我不喜歡 大家share 同一個pool 去砌 Card Combo 經常抽不到 那些牌 又會扣分 其實要看回你自己的Game Group 但是 我覺得有幾樣東西 要在這裏要說 就是這隻Game 有些東西是 其他Game沒有的 是什麼呢 這個也是 令到 今次的 即是你那個 All-in 要付多少錢 那是什麼呢 就是他那本書 很多人說 Complete Collection 是不是齊了東西 其實還沒齊 有什麼東西還沒齊 首先 第一個就是這個 盒子 這個盒子 某程度上 你問我 我就覺得 挺重要的 因為你在主題性方面 來說 其實都很棒 你看 真書就放回真珠盒子 木就放回木的盒子 然後所有東西 你可以 很 分佈 而最糟糕的 就是這堆 可以放回 盒子 你是真的 complete set 去收 所以這25元 其實都幾沒得走 入得Complete Collection 有什麼不進 但是很多人 會遺漏了 就是這本書 這本書 為什麼我會 強調 要入 其中一個很重要 就是 Avidale 在 Board Game 我說他放得到經典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很少Board Game 尤其是Europe Game 在故事的設定上 擺了那麼多心思 因為原來 你玩Avidale 每一張卡 裡面的建築物 以及character 其實你都可以 在這本 Art Book 找回他的故事 剛才如果你記得 我都有講過 這次的Expansion 有這一批 卡 都一定要去講 這幾隻老鼠故事的卡 原來這隻老鼠 在Avidale 這個世界 是一個 冒險者 成為一個皇帝 甚至是 登基 整件事 在Avidale的歷史 是存在的 其實如果有 跟開Avidale 系列的朋友 都知道 每次Rule Book 最後 都會有 Avidale 所謂的編年史 就是100年的歷史 100年的歷史 其實有很多大事發生 例如 今次的新業車站 什麼時候開站 在編年史上有的 譬如 珍珠溪 什麼時候 人們發現珍珠溪 又有在歷史 甚至裡面的角色 例如 很多建築物 都會在那本書 找得回 尤其是 入門遊戲 在玩遊戲的過程 這個車站 是怎樣 整件事 是很 如果對於遊戲主題性 很有要求 這遊戲 可以說是 無邪可擊 你想想 有什麼遊戲 每一張卡 都有一個故事 每一個故事 都有 東西 背後 這是很誇張 甚至是你跟小朋友去玩 你可以當它像一個故事 遊戲 去玩 這隻老鼠 有本書 我們可以看 這件事 其實不是那麼多 Board Game 做得到 而是很有心機 去做這件事 如果你有看 他這段 介紹片 我推介大家 去看 這個review 因為 這兩個reviewer 就是這兩個 他們自己很喜歡 Everdale 特別提到 今集 有幾張卡很有趣 就是 有個叫做老鼠媽媽 而這個老鼠媽媽 在今集 有這個老鼠的老公出現 再加上 就是他們兩個老了的版本 其實是一個combo卡 原來這三張卡 是有故事的 他在故事的編年史 說原來這兩個老鼠 在Everdale 是生了最多的小朋友 生了幾十隻的小朋友 在歷史中是有的 那 你想想 一個Board Game 將卡有故事 而有一本書 告訴你 他裡面的故事 怎可以不走 怎可以skip 這本書 所以 如果你真的喜歡的話 其實這本書是沒得走的 就是喜歡Everdale 這個遊戲 問題就是 糟糕 買下多點 買下多點 整個complete set 不是199 你還要加25 還要加35 那是 260多 那260多 買一隻入門遊戲 值不值得呢 我就會這樣看 如果你純粹買一隻推均game 200多 我覺得是貴的 但是如果你喜歡的主題 而你覺得這個主題 值得你去收藏的話 我覺得 他真是幾unit的存在 其實你幾難找到另一隻遊戲 可以有它 那麼長的一個世界觀 而這個世界觀 你可以和很多人都分享到 因為這個很重要 就是這個遊戲 基本上 他不抗拒Euro 不抗拒Carcombo 你就可以和他玩的一隻遊戲 而且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加 很多module可以加進去 所以 它是一個 蠻特別的一個存在 為什麼 我說它可以留得到 是一個經典的原因 再加上它一個盒 據知現在這個盒應該是 好像 Groomhaven 那麼大 應該好像Groomhaven 一個那麼大的盒 可以收藏整個collection 我覺得都幾難找到另一個替代品 所以它就可以留得低 又來到One Game Up 評分的時間 機制創新方面 之前都說過 這遊戲其實就是 將一些比較舊的 Europe 的很簡單的 Record Placement 和Card Combo 放在一起 雖然它有很多expansion 亦都加了很多不同的module 但是 在創新方面 其實就真的 不算 很突出 所以機制創新方面 我只會給他3分 硬件美工方面 剛才也說到 它不單 只是 有很漂亮的 畫 它更加 有 例如有那棵立體樹 Token 等等的東西 再加上本畫集 將整件事 連貫了一個故事 所以 在硬件美工方面 我覺得 拿滿分五分 都應該是實至名歸 體驗重玩性方面 重玩性 剛才也說過有很多module 作者都建議大家不要一次過玩 每次加D 每次加D 每次玩不同的module 令到遊戲可以有不同的配搭 而你問我 我會覺得它更加重要在體驗位 剛才也說了很多 花了很多蝙蝠去說 其實 遊戲不是一隻純粹的worker placement 那麼簡單 其實背後有很多故事 而你玩遊戲過程中 如果你配合 故事背景 你的投入度會更加高 體驗跟我們平時玩普通的worker placement 很不同 我們玩波多黎閣 我們可能知道波多黎閣的背景 但是 這隻是不僅如此 它是 告訴你每一張卡 背後有個故事 整件事的體驗會很強 所以給5分 我覺得 亦都可以是實至名歸 最後來到價錢 價錢這裡有少少尷尬 因為我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預期會有 Shipping的減價 所以我就給4分 但是到了現在這一刻 雖然說它會想方法去減 但是不知道減不減得到 如果減不到的話 要維持著66元 我覺得 不值4 我覺得如果它要維持 如果是 66元的話 那可能 價錢就可能要減少 可能去3 甚至2.5 但是現在這一刻 我相信它都應該可以找到方法 我都會繼續給4分 但是如果它真的不行 大家就可能要就著價錢 就要有所調節 至於這個BGport來說 當然就是 持有 你問我的 我自己會 將它當為一隻 在一個故事 很圓滿的 一隻 Europe 入門 遊戲 你問我的 我想 之後 要有另一隻 可以 replace 有這麼深遠的背景 應該比較難 出現 第2隻要介紹 就是 Sidralis Infinity Legacy 這個遊戲 之前已經在BGG 有很多人去討論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它是來自一隻 很出名的 PC的Steam Game 主題 去做Bord Game版 首先戴了頭盔 我自己沒有玩過這隻PC Game 我大約知道它就是 一隻太空的Civilization Game 這次的Bord Game 除了 這群粉絲很期待之外 其實有很多人都覺得這隻遊戲 會有機會成為 太空主題的 Legacy Game 經典的存在 為什麼呢 開頭我都在想 是否 PC Game Fans 去報出來 因為他一開始 Kickstart也跑得很厲害 在BGG 討論也很大 但是 都幾 細節地去看他的 review 介紹後 都發覺 真是幾厲害的 一個 idea 首先 第一件事 現在這一刻 其實整個 Kickstarter上的 資料不是很多 只是有一個 review 和訪問 很多東西都是 就這樣口說 暫時都還沒有一個 Official 的Rulebook 但是 都已經令到我 對這遊戲 非常期待 首先 第一件事 就是 這遊戲 有幾個很大的賣點 第一個賣點 是 2-6人的遊戲 而這2-6人的遊戲 是一個 Legacy Game 你可能會說 2-6人的Legacy Game 怎麼玩呢 很多人會說 首先 2-6人 還要是 4X Game Game Time 很搶 每一局 大約2個小時 都已經說明了 但是 它的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的Legacy 是一局一局的變化 不斷探索 太空 會有很多Event 會發生 但是 吸引的地方就是 這個Legacy 可以 隨時 In和Out 譬如今次我和ABCD四個人玩 下次 D不玩 我可以ABC繼續玩 而D的位 外太空人 會變成一個NPC 即是在遊戲裏面 繼續存在 但是 我不用操控他 只會去觸發一些事件 Event 而最有趣的是 下次 D這個Player 想玩回 又可以 他又可以再回 即是可以令到 大家隨時隨地都可以玩 那你就會有個很大的Question Mark Legacy Game 還要留意 他不是合作Game 大家是 對戰的 即是會跑 Event 跑Task 那你會說 那些人 一直有玩 他就比起一些新 加入 又或者他脫了一兩關 的人 有很大的優勢 他就說 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遊戲裏面 有一些Event 是 老手有優勢 有些Event 新手有優勢 亦都有機會 給新手去追 雖然 局與局之間 他的 Tag Tree 或者是 Skill 是會留下的 但是 亦都 不代表 你完全沒得後追 更加重要 就是 遊戲 最重要的體驗 是體驗 你如何 Explorer 太空 Explorer太空 這就是他第二個有趣的地方 你會見到每個Player 有自己的1Lock 資源 你會見到 這個位置 有很多不同的資源 一個Trade 你可以分 別類 擺 更加重要 就是上高這塊板 這塊板有幾樣東西 第一 就是你的 卡牌 一些你正在做的 Event 一些你的Skill 你會放在這裏 而 下面是你的資源 左邊這裏就重要了 就是你的 Tag Tree 你的 做了的Event 又或者將會做的Event 會放在這裏 為何會說 做了一些將會做呢 就是因為 他的吸引位 你做了一些Event 是會影響到你 之後做的Event 即是說 那個故事是 譬如你去了某個星球 你發展了一些東西 這個星球發展了的東西 會令到你 之後 再去 或者會有一些 引申了的 Event 在之後會發生 這樣 就真真正正 好像在體驗 譬如我去了A這個星球 中了一些東西在那裏 可能我遲些會有一些 收成 或者我打了一場戰爭 這場戰爭 會影響到 故事之後的發展 未必在這局 會看得到 可能會在之後的幾局 看得到 而Tag Tree 亦都是 就有點像 那時FFG Civilization 他就是用 Tag Tree 去建造 Tag Tree 在右手邊 這個位置 你可想而知 那個世界觀 多大 以及 裡面有多少 會發生 暫時 Event 已經起碼有500張 你已經知道 Legacy 的元素 有多大 你敢想 他叫做 Infinity Legacy 你可想而知 他挺有野心 去做這件事 然後 第三件事 就是 很多人會擔心 4X Game 會不會 Dowtime 很厲害 例如 之前很多4X Game 都會被人 等多個玩 這次 他做了一點 去 減少 這個情況 他就是 SIMMOTANEOUS 做一個 Action Selection 即是 他有 很多不同的 Action 他會有 不同的Action 讓你選擇 讓我找到 Action Board 這些Action 是選完之後 一起做的 什麼意思呢 這裏就要看 Action Selection 的玩法 遊戲裏面有 很多不同的Action 例如 Explorer 或者 例如 起兵 探索星球 等等 但當你選好了 Action 之後 例如 這裏有很多不同的 Action 選好了之後 就會按 Action 去 做 次序 4x 例如 大家現在 做Explorer 就會 拿一塊 Explorer 的版 然後 有選 Explorer Player 就會去 做Explorer 那些 就會令到 不會說 A的Player 做完Explorer B的Player 做另一件 C的Player 做另一件 然後就要 等等 不是的 而是 現在進行 Explorer 有選擇Explorer的Player 一起去做 減少了 Down Time 當然 你說會不會 很快 一定不會 但起碼 不會 等一個圈回來 蚊刀粉 因為 Support 到6Play 完全沒有Down Time 是沒有可能的 只不過 他想了一個方法 令到這個 可以快些進行 每個Player 自己會有 四張 這四個Action 如果你選擇了 那一個 就會攤出來 大家一起做 那一個Action 盡量令到 時間會快 亦都令到 我們所謂的 6Play Legacy 這件事 更加可行 另一方面 剛才也說到 他裏面有很多 Event 會發生 而 Event 是 會有一個 時間性的延續 在第一局做了某些事 你去到第三第四局 就會 因為你做過那件事 而 有所影響 例如你建了一個 太空站在那裏 三四局之後 你會發展到 繁盛 然後你會有 Benefit 類似這樣的東西 會在這個遊戲 發生 在 idea上來說 非常吸引 亦都是 之前沒有試過 因為 如果大家知道 Legacy Game 通常有很多 奇幻主題 他們都是合作 元素比較多 大家 鬥發展 太空 比較會 少有 而且他也是 就著這件事 去想很多方法 去做 第四個賣點 就是 在硬件上 剛才我們有看到 就是 他有這個兜兜 這個兜兜 他就說你玩的過程裏面 每一局你玩完之後 你只需要將這個stand 吸回到這個兜 再將你的盒子 吸回到 你就可以 save了 遊戲 下一局 你只需要 set 外面 那個 那塊 就已經可以 玩得到 而更加重要 他說明 那個setup 是每一次都會不同 因為你的太空 你沒有理由說 今次我在A這個地方 開始 我每一局都要在A這個地方開始 不是的 是根據你上一局發展的狀況 然後我們就由那個地方開始 再加上這些東西 不用setup 令到你每一局 開 快很多 這件事都是他去想 如何令到Legacy Legacy Game更加容易開 更加快的一個考慮 我覺得這件事是做得很好 說了很多好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 完全沒有任何的擔心 都不是的 因為始終 要一班人去玩一隻4X Game 還要每一局4個小時 每一局2個小時 根據他的表現 他們玩了大約6、7局 就能玩到那些 剛才我講的故事 的元素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只是單單玩一至兩局 你就未必好有很深刻的感受 如果你問我最擔心的 都是同一貫Negacy Game的問題 就是 你有沒有一班人 跟你一起去玩 一個那麼長的 Campaign 這個會是一個很大的 Question Mark 當然 剛才都說了 他想了很多方法 去令到你可以維持到 你那一局 我覺得這件事是要贊的 但是 如果你這班Player 是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的Game 就 玩不到下去 比如每次只可以玩到一局 這樣的話 這隻Game未必是你的選擇 又來到OneGamma評分的時間 機制創新方面來說 他 都是很大陸的4XGame 但是 例如在Legacy的機制上 例如我剛才說的 In-Game Out-Game 又或者在故事 可以有時空影響的故事上 我覺得 幾 未有人試過 我不敢說 完全創新 但是 這樣去做是比較少的 所以機制創新方面 我會給他4分 硬件美工方面 我覺得 這個我個人也是麻煩的 雖然他用 對 電腦中的格式 但是 你看看 Brenda UI 我們如何grass-NAK 全都是滿位 不算kal 老闆 我覺得 中規中矩 我們就會 3分 而體驗重環性方面 剛才我都說有好有不好 他有很多東西給你玩,但你要去開很困難 但我們公平起見,他真的有很多重玩性 而且體驗的故事是很浩瀚 所以我都會比他比較高,我會比4.5分 價錢方面,現在的Campaign是170,有齊所有東西 你也可以看看自己有沒有需要Empire Expansion Empire Expansion是令遊戲支撐到6人玩 如果你不需要去到6人玩,其實這個Expansion 你可以考慮Skip 純粹是Base Game和Fronteria Expansion 其實已經很足夠的內容 所以價錢方面,我覺得他訂得挺划算 如果以他的500多張Event Card給你去玩 所以這個價錢方面,我會比4分 而BG Port方面,當然是持有 因為太空主題4X,起碼已經中了我 Ross,Andy,William 再加上他一個特別的Legacy機制 好像地圖炮一樣 很多主持已經中炮 看看他之後的發展會如何 會不會有更加多的資料會釋出 如果有一些很新的資料會釋出 可能不排除之後的One Game Up 可能都會補回內容 來到第三隻就是Super Fantasy Bro Round 2 這隻的Kickstarter 其實就是為何令到我今集要放到只有三隻遊戲 因為都比較多要講 首先先有一點背景 其實這是他第二次的一個Kickstarter 集資 這隻遊戲上一次集資 我當時對他都挺大期望 因為他是一隻有Figure 有少量的砌Dead 有很容易學 很爽快的一隻對戰遊戲 那時候有一個期待 他可不可以挑戰到 例如Summer War 又或者是Warhammer Underworld 那類型的遊戲 如果沒有加入我們Patreon的朋友 可能就不知道 其實剛剛上個月Patreon限定的影片 就是這個2020的Top10 Plus 我選了他成為我2020最失望的一隻Board Game 試完 因為我們試完它的Base Game 我們就覺得遊戲不夠爽快 策略方面比較單一 好像大大力打死對方 變成整個遊戲的設計 很兩頭不動按 再加上出完之後又沒有聲沒有氣 令到我自己很失望 我亦都說 Mythic Games 應該和我無緣 有趣的地方就來了 出完那段影片 跟著 他就說出Round 2 因為我拍過Top10 Plus 還未說有第二次 出Round 2 出Round 2 我們都要再試一下 如果他不好玩 為何會出到第二個版本呢 我們就再試 拿回我上次Kickstarter 回來的版本 再找一群人去試 試完之後 我們都覺得 嗯 真的不可以 一對一都是 鬥大力的 你這東西大力一點 我打死你 就贏了 又或者是 不爽快 那些Combo不明顯 等等的東西 都覺得是一般的 拍完那個Review 你現在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你應該都看到那段Review 某程度上都判他死刑 好了 有趣的地方 Kickstarter上 上呢 我都再去看 因為其實都挺有趣的 就是 這個遊戲 派Kickstarter的時候 第一個派Kickstarter的時候 不是真的很有聲氣 但這次Round 2 好像不知做什麼 好像全世界都在討論 很多人去拍How to Play 當然大家知道這些是付錢 但問題就是 很多人去討論這遊戲 尤其是之前 我有加入一些 Facebook Group Discord Channel 等等 就不斷說這遊戲 最主要是圍繞著一些新的角色 我開頭想 什麼新角色 新市坑生日旺 但看一看 不對路 好像真的有些事情在發生 看回整個Kickstarter 直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發生 就是 他把這次Round 2的新角色 和舊的角色 選了一部分 放上BGA上高 讓你在上高試玩 而試玩不是那種要你自己去做的 你都知道 例如BGA有很多 其實就是 一些比較簡陋的 網上的simulator版本 它是一隻完整 深挖符 我和朋友玩了很多 這些其實可以出APP 可以變成APP 賣錢 因為是非常完整的一個網上版本 而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試完之後發覺 不是喔 這遊戲完全不同了 那幾個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其實Round 1的角色 比較是一些所謂 Core Game的一些角色 例如他們很特色地 例如有些人很大力 有些人就是玩吸血 總之每個角色有自己一個很明顯的效果 但歸根究竟 就是Base Game的角色 都是比較 吹向某一種的效能 而那種效能 導致到結果 大家都會想怎樣去打死對方 比較多 比較少一些我們所謂的Support 但來到第2個Round 2 他今次加了新9隻角色 這9隻角色 就開始有些變化 例如是多一些Push和Pool的角色 因為這遊戲很著重是霸地方 你能夠推走這棋 或拉走這棋 又或者能夠趕走這棋 對於整個戰局來說 很大的影響 在這次他身家角色裡 就強了很多這方面的東西 令到他策略方面多了很多 還有剛才我們說 做不到Combo的東西 就開始不同了 因為他今次多Support角色 那你用某個角色去Combo另一個角色 那樣東西就變得Work了 而更加重要更加重要更加重要 就是我們經常說 對戰Game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要玩得到 你要多人玩 那你放上BGA 再加上BGA那個系統做得這麼好 那整件事就通了 因為如果有看我之前介紹的第一次KXA 我覺得這遊戲卡靚、Figure靚、規則簡單 每一局短 其實是完全滿足一隻二人對戰Game推得起的元素 而我當時也說 如果這遊戲真的有心去搞多些比賽 多些人去玩 這遊戲一定是可以跟Wallhammer Underworld那些 去做一個比較 又或者他可以跟Summer War那種 因為這遊戲是快的 Summer War的時間長 比Summer War快很多 爽快很多的遊戲 又沒有擇飾 你不喜歡擇飾那班人 你已經可以去選擇這遊戲 我剛才說是有機會做得到 但是他一直都沒有去做任何事情去推廣它 再加上角色 他加上角色 你會感覺到不用打死對方 我推走他就可以了 令到策略上高豐富了很多 再加上最重要的是免費 免費便多人肯去試 那些人肯去試 其實你不需要真的買這遊戲 所有的對戰遊戲就是要多人玩 你多人玩 玩到喜歡的 你才會去買 你不會買完 你不會沒有試過這遊戲 然後就全入它 當然我們經常都會做這遊戲 但是 很少的 通常是玩完覺得好玩 然後去試 而這件事在我們的Game Group 是開始發生了 思願祖 OK 開始問怎樣去買 以及怎樣去買 因為他現在的買法 就合理了 就是我可以選Pack去買 我可以選角色去買 你真的喜歡這些角色才去買 而且他的定價是便宜的 唯一一隻Figure 連著Fuddead都是說幾十元 說真的 你買一兩盒 你已經可以開得到遊戲 再加上 你不給錢買 你上網免費給你玩 原本他就說去到2022年 才會把角色放上去 但他可能見到不對勁 開始HIT 炒得起 他現在4月就已經把所有角色放上去 並且會搞網上比賽 即是說你一元都不用給 你可以玩 你亦都可以去參加他的比賽 獎金、獎品那些不知道 但你起碼會令到有一班不肯付錢的人 肯去試這遊戲 而這些對戰遊戲當你一有人肯去試 那件事就會炒得起 暫時來說 我自己見到他這麼肯去做這些事情 以及我自己試完之後 我覺得方向很棒 那 經常都說他 錯就要認 打就要站定 自己拍完的review 踩完他 現在他做了些事情去補救 我覺得一定要去讚他 而也因為這樣 我這裡就開了一張票 就是說 之前踩他踩得這麼厲害 現在他真的好玩 那我就會接下來 可能今天或明天 我就會出一段片 說回這遊戲 如果在BGA裡面 我們怎樣去玩 有些什麼他接下來會做的事情 會教這遊戲怎樣去玩 看看會不會有一班人有興趣 大家都會在Discord上 加入一起去玩 希望他可以做得到 因為其實整件事是很適合的 但一直以來他推的方法不好 就令到他浪費了整個 真的好漂亮 他的卡和Figure 如果你有看之前的Unbox和Review 我都說他的Figure 是大隻得來 他有很多細節位 我覺得浪費了 如果他到最後的遊戲是做不好 但他這次真的認認真真去做 去推 我不知道關不關 Tom Russell裡面的Sam 他現在進入了這間公司 做他的好像是Marketing Director 很努力去推 我進入了Discord的頻道 也看到他也有去release的資訊 例如Facebook Group 也有很多人去講遊戲 在BGA上高 也有很多高手的對局 在上高分享 我們之後會在這段影片 也會講一講 希望他能夠跑得到 加上他很重要的 就是他這次的Kickstarter 基本上除了閃卡之外 沒有東西限定 我們看看 他這次的Kickstarter 有很多這些 Bundle 例如你沒有購買過 你買這個All-in-set 你見到近乎是半價的 形式去做 其實整個Kickstarter 只有這些角色閃卡 是限定的 你問我算了 不要理他 我們用VTEL的價錢去進入 會便宜很多 每一套三個角色 都在說 100多元左右 作為一隻入門的遊戲 你可以買一盒這些 然後可能 如果你真的有朋友玩 你Share 買塊Map 又或者你買塊Core 那已經可以開得到 再不是的 你先上網玩 去BGA試了 覺得適合自己玩 才來買 不過Kickstarter 就比較短 只有9天 不過我都知道 我自己沒有追到閃卡 我純粹要一些FIGURE 你自己游得好 比閃卡好 希望他可以搞得到 因為其實 WALHAMMER 有很多朋友不喜歡 擇飾的東西 還有他的單比較 很難去計算 如果喜歡計算的話 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會很快拍好一段教學片 還他一個公道 希望他會有Round 3 因為我很喜歡 他的FIGURE 設計 以及卡的Graphic 也做得很漂亮 再加上有這個免費版的BGA推 我也想這遊戲可以成為 一隻新的行企遊戲 因為市面上 Summer War之後 就是WALHAMMER 我自己就不一般的 WALHAMMER 那麼多擇飾 我希望這遊戲可以做得起 所以這個Kickstarter 我都特別花多少時間去介紹 又來到ONE GAME UP 評分的時間 機制創新方面 行企玩卡 我覺得他不算很創新 不過他那種六張牌 我覺得都算是 是挺好的一個嘗試 因為踏跌會很薄 令到你好像有多一些操控 所以機制創新方面 我會給他4分 而硬件美工方面 我真的覺得 他在現存來說 真的做得算是很好的 又不用砌 即是WALHAMMER 你都要自己去砌 不用砌 拿出來便可以玩 卡的公仔也很漂亮 將一張不同 我會給他4.5分 而體驗重玩性方面 之前試Round1 覺得他偏向大大力便算 但加入Round2角色 他多了很多變化 很多不同的流派打法 其實我覺得重玩性方面 已經大大改進了 所以我會給他4.5分 而價錢方面 兩方面 如果我們看今次Kickstarter 他的Brundle 即是All-in 其實絕對是值得 某程度上我挺生氣的 因為我上次Kickstarter 的Full Set 如果我計算今次來說 今次是便宜 再多一些 當然 有不同的 就是上次有收納盒 但今次沒有收納盒 但說真的 這些Figure Game 那個收納盒 其實挺浪費為止 我估計 如果游完之後 我都應該會找海綿 去重新收納 所以某程度上 那個收納盒 其實不是太大作用 所以 看回今次價錢來說 其實是抵入的 再加上 如果你連閃卡都不要 你用Retail價錢入 更加便宜 已經有幾間網店 都開始做Retail入手 所以價錢會更划 所以價格方面 我會給4.5分 BG Port 當然是我持有 看看我能否推得到 其他主持陪我玩 就算不是實物 我覺得BGA這樣玩 其實都是一個 挺好的安排 因為他又可以 Turn Base 即是不用說 一定要坐定定去玩 就算坐定定去玩 我們試過 15至20分鐘 就已經可以打到一局 非常之有趣 還有他4月 就已經齊了所有角色 我也都非常之期待 好 今集的One Game Up 就來到這裡 希望幫得到大家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